致教育人權 經驗協會 洪偉華議長 華含辛亥革命正氣 抗議教協 篡改歷史 今年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權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入閥週年 今年 教協以辛亥革命為題 舉辦的全港小學生 鼓話比賽中 本應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推廣國民教育教授 當時在體驗各教育機構 包括法國等宣傳的台步中 竟以五星旗為題 違背歷史史實 對所有身為革命宣傳和尊重歷史的人 都十分憤怒 因此我們作出二日的聲明 一 當年讀革命烈士獻親頭革命之前 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 所以不可能在書條口部上 以中共五星旗為題 這樣誤導史實 而尊重史實 正是史實的重要 教協以篡改國人歷史 蠔獨下一代 是值得我們的譴責 三 作為教育機構 教育刑事的組織 馮偉華先生除了有識要在有關事業 正式公開讀業之外 更應該持續假期遲上一席 以為事件負責 神舟出現同事 議定這一年十月十日 三 再三 再三 又 再四 兩 座 入